我來拍一下風林木 不知道有沒有掉光 現在這條路是溪屯路 其實這邊右邊以前是賣場 但是現在荒廢了 被斷水斷電 往前看那個方向有沒有看到黃黃的一坨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去拍的風林木 這邊的風林木真的很漂亮喔 好 到這邊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真美啊 它一直在掉 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停車點 好 因為是長焦段的關係 所以要退的很後面 要拍出那個背景的壓縮感 通常要把車子的那種背景壓縮感派出來 嗯 超美 再後退一點 好… 因為上面的花量比較大 所以地板就不用留太多了 哇 這裡也有一大片 不過這邊比較不好停車 你要停下來拍有點困難 漂亮喔 哇 好歐美啊 一大片的風鈴木 但是這邊不能停車 所以要拍也不好拍 通常要拍這種很漂亮的那種花啦 樹啦 你要停車還是要注意啦 因為有些地方你沒辦法停放摩托車 可能就是平時要多觀察 像剛剛拍的國小那邊就還OK 好 剛剛去那個拍的風鈴木 那這個部分通常我會建議拍這樣的街景使用的焦段 就是用長焦段 那我剛剛用的是80-200 像這樣長焦段呢 它在拍攝的時候 它可以做出壓縮景深效果很不錯 因為街道上有很多很雜亂的背景 所以呢我們要強調主題 就會把這樣的鏡頭拿來運用 好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目前我們所拍的照片 那原生的照片沒有修過呢 基本上來講 它的光線呢 逆光來講 它早上10點的光線 是在摩托車背後 有點小逆光 我們看一下 摩托車整體都是比較黑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就是構圖的部分 構圖的部分當然就是因為我沒有 翻轉螢幕所以呢 我是直接蹲下來拍的 所以有時候會有點歪斜 但這樣的歪斜是還能接受 就不要拍太滿 那可以去 把它呈現出來它的畫面質感 那我們回來之後呢 就去挑選覺得不錯的照片 修出它的色彩 它的顏色 那我現在看到這一張呢 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那我們就針對這一張照片來做修整 它的色調的部分 首先先把水平的部分先拉好 那拉好之後呢 我們看街景的部分 我們沒辦法避免的可能就是旁邊路邊停的車 還有它們放的那個角錐 那這部分呢 我們可能可以透過 它事後的修圖來製作 就是把它一些 不要的背景或是不要的一些路邊的雜物把它修掉 好那現在我們先把它亮度調整一下 調整對比 亮度調整一下 再來就是亮度修飾的部分 因為這個花它的細節還不錯 細節還不錯 然後在陰影的部分把它拉淡一點 拉淡之後就會看到 車子上面的一些更細的線條就會出現 那對比會再拉強一點 然後再來呢 黑色部分再減少一點 黑色減少之後會發現 有點 萌萌的 那這樣子時候就可以用去朦朧的工具 去調整 調整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所有的黑 還有陰影都拉到最 最高的部分把它去除 好這時候呢 我們再做一下裁切的動作 盡量讓車子置中 但是花的部分盡量保留 還有地板 那像拍這樣的照片呢 最主要是它的那種 環景環景的效果 它的整個花是包圍在一個畫面上的 然後再來就是鮮豔度的部分再調整多一點 讓車子看起來 的飽和度更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飽和 飽和要拉太高的話就會像這樣子不好看 所以就加一點點 再來就是清晰度 清晰度的部分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紋理 紋理就是針對 我們看到的那個線條部分會更清楚 好 那 原則上來講拍車子呢 每台車的角度都有它 不一樣 每台車的角度都有它的特色 那 車子要怎麼擺就是看你拍的當下這台車特色在哪裡 那因為FG6這台車呢 它的車頭的燈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所以但是它的車架呢 是整個外露的 還有包含引擎的那個線條 所以呢 我會選擇用側面的拍攝方式 然後龍頭打 右邊一點 讓它的輪子 能夠轉出來一點 要不然如果你龍頭往左邊打的話 你只會拍到 那個倒叉的部分 前叉的部分 然後你就拍不到車燈了 那像這樣子的照片呢 回來大約這樣的一個 設定之後 它就會變得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如果你要拍這樣的照片呢 要注意就是 在拍攝地點 能不能停車 車子能不能前進去 那因為我剛剛停的地方是 家長接送區 它不算人行步道 基本上來講 摩托車可以拉進去拍 那當然啦 就盡量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好今天 這個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也可以拍出 你車子美的一面 好 先這樣啦 拜拜 我們今晚過 如果你選擇你 你想想想想想想 你嗎